今天阿咪要带大家来吃什么呢 来到这重庆捧水 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沿着青龙屋走进来 可见两边都是峭壁绝风 还有阿一河的碧绿伸透 可以说是山美水美人也美 吃的东西也充满了健康美 这里有一道菜叫做太子豆花 就是专门做给被五则天流放 食欲不振的太子吃了 所以非得好吃呀 不然也不会流传到今天了 而且呢这里风光明媚 有什么好忧郁的 言归真正 这道菜籽豆花也因为主要食材是鸡肉 也被称为鸡豆花 鸡豆花看似豆花而不是豆花 还有里面有肉吃不出肉 因为要几个步骤 首先把那个鸡 我们把那个土鸡的熬好的鸡汤 首先熬好 第二步把那个鸡脯肉 用那个刀豆碎取掉里面的那个 取掉里面的那个鸡 取掉里面的鸡 第三步把土鸡蛋的蛋清 打成那个高状 打成高状过后 再把那个鸡脯肉 加在那个大号的蛋清里面 高状蛋清里面 再一起下 在那个鸡汤的鸡汤里面煮 原来鸡的花没的花 这是吃蛋清让人口齿流香 而这里呢 还有一道用简单的食材 做出重新口感的美食 叫做三香 三香就是那个用那个 我们本地的红薯淀粉 我们平时市场上看见的 只有那个玉米淀粉 没有红薯淀粉嘛 红薯淀粉加了个土鸡蛋 还有就是那个精品的土猪豆 一起加了混在一起 我们那样用来争取来的 像一个午餐饭 但不是午餐饭 是我们滴滴淀淀淀的红薯菜 这好山好水的棚水 滴淀淀淀淀淀淀 特别就是有着浓厚的苗族特色 而这道神仙对付 可是在逃难过程中 发现的铝素美食 就是以前那个鸡族之间 发生那个清月的时候 汉族去赶苗族的时候 我们苗族 然后就挥着那个粮食呀 上山 然后往这种边缘山去走 最后在路上的时候 粮食吃完了 发现那个树就采在果实 和树叶来冲击 后来发现那个树叶 做成这种水之后 可以解壳 一开始不是用来冲击的 再后来慢慢地发现 这个带有一定的酸性 它可以加上碱了之后 混合 然后沉淀下来 做成豆腐形状 还可以用来冲击 这道神仙豆腐的佳腰 好滑嫩 夏天之呢 还有开胃健庇 清热消暑的作用 可以消消火器 加点咱们最爱的辣香香 哎哟 简直就是爽口勾呀 而这种古老传统美食 自作工具 其实很简单 不用买 直接就地取材 以前也是在那个民族清热庄 然后苗主人背着那个顶罐 在路上赶路的时候 然后就用那个石头 三块石头 切成那个三角形 把那个顶罐放在上面做饭 后来发现那个石头 不是特别美观 就是到了那个 十四时代 过渡到那个铁器时代的时候 就用那个钢铁 就是那个上面是钢筋做的 然后做成三角形 然后上面放一个圆的 就是有利于那个保持稳固 是这样得来的 这苗族可味的老味道 用的是自然健康的食材 来到洪水 我们吃的是美食 也是历史故事 与门户的人情味哦